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摆脱朝九晚五,买向财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 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 靠公司发放的股息来创造新金流 这些标的可以是持续率高的金融股 电信股,传账股,或者是ETF 今天的影片从股价试况经营绩效、经营稳健度之利率 带大家了解所有金融股中被誉为最安全的四大观股金控 包含环南金、兆锋金、第一金和库金 探讨股价波动的时代 此时的四大观股中谁最适合存股呢? 影片的后段也会评估四大观股目前平价和理价的价位 在此之前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金融股2022年前9月的税后 EPS都已经公布 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 四大观股金控中以第一金获利保持第一 跟去年比起来获利的跌幅也是最小 负2.36% 而合库金前9月税后 EPS1.06元排名第二 较去年同期负9.4% 是四档观股中排名第三 第一银行营收表现稳健 证券因成交量缩 受影响 人受获利者由负转正 接下来是赵丰金以及黄蓝金 两家观股金控前9月 EPS分别为0.98元以及1.02元 其中赵丰金较去年同期减幅32.41% 是四档观股中跌幅最大 主要原因是赵丰残险5月提列防疫保单36亿元 导致单月亏损11亿元 与9月份再度提列27亿元 累计今年赵丰残险前9月亏损已达56.4亿元 不过除了残险亏损外 赵丰金相关子公司包括银行 证券票券都是获利的 三本认为这是典型好公司路纳的现象 一间长期稳定获利的好金控股 因为某件事件的影响打致盈余不佳 年代影响股票价格 各位有在关注三本频道的好股民 可以仔细思考 反应保单的赔偿影响会多久呢 三本提出两种方向 1.赵丰金防疫保单事件 今年清偿完毕 2023年金控盈余恢复水准 股价回升 2.疫情持续 防疫保单续赔至2023年底 2024到2025年 赵丰金才恢复元气 你认为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三本 也有助于厘清自己的存股策略哦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 四大光股金控的经营文件度 对于金控公司的营运文件程度 最终的指标分别为 资本市逐率 预期贩款率 呆账覆盖率 资本市逐率代表 自有资本相对于风险性资产的比率 一般在13%以上较为平稳 预期贩款率代表银行出借的贷款 在全能尚未归还的款项 也就是俗称的呆账 一般在0.2%以下表现较为稳健 而呆账覆盖率则是银行预备 给呆账使用的金额 一般在600%以上较有保障 就其四大光股金控的经营文件度来看 都还蛮健康的 资本市逐率目前是核库金的14.92%表现最佳 而在预期贩款率以及呆账覆盖率 则是黄蓝金的0.12%以及1094%表现最好 接着我们来看四大光股经营绩效 金融股中最重要的经营绩效指标为资产报酬率ROA 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因为金融股是初借资产以及投资产品的公司 而本身也拥有众多不同资产 例如现金、房地产、黄金等 所以资产报酬率的评价优先度高于股东权益报酬率 一般资产报酬率ROA在0.6%以上 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在8%以上 是较为优质的 我们可以从表格中看到 赵丰金的ROA0.64%是表现最佳的 第一金ROA0.55%排名第二 和股金的ROA0.49% 则是四大光股中较低的 而华南金则是摆脱前联值公司 华南永昌证券业务损失影响 表现回稳 ROA0.52%为近五年来 较高的水平 另外在ROA方面 则是第一金的8.86%表现最好 而和股金、华南金也都在8%以上 唯独赵丰金ROA7.86%较低一些 但也离8%很近 就四大光股经营绩效指标中 赵丰金以及第一金在于伯仲之间 优于和股金以及华南金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试况 一般在评断股价时 最常使用的两个和娘指标为 本益比和股价净值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 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收投入的资本 而股价近时比越低 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 一般金融股便宜价 大多落在本益比10以下 股价近时比0.9以下 但这不大容易等到 一般存股高手在金融股股价 位于便宜至合理价区间 就开始慢慢入手 藉由股息来降低成本 并留有资金 当股价大跳水时 大量吃货来获取更低的成本 说到这边 三本也很想赶快存到人生中的 第100张金融股 你呢 你想存几张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让我们知道 除了观察股价试况 也需要同时参考经营绩效 以及经营稳健度 是否符合指标数值以上 另外也可搭配影片后方 待会讲述到了股票资率 以及应余分配率来做一个参考 影片的最后也会评估 目前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的区间范围 请别忘了看到最后 我们可从以上表格得知 这四家金融股中 以第一金的本益比最低为16.7 静止比则是赵峰金最低为1.37 目前四大观股金控 本益比都在16以上 股价静止比接在1.3以上 推估目前四价在 合理价至昂贵价区间 会出现价值被低估的状况 但如果一定要从这四间 观股行股中挑出较为超值的标的 目前赵峰金以及黄南金 是较为超值的 最后我们来看资历率的比较 在近五年各大观股金控 公布了现金股利 以及股票股利配发金额 其中以合股金配发出的 最高资历率5.28% 利压其他观股金控 有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若是喜欢领现金的存股主 可以关注近年来 借发现金股利为主的招峰金 近五年的平均值历率也有5.26% 算是不错的表现 而第一金的现金股利也偏多 近五年来平均现金股利也有0.97元 平均值历率为5.02% 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收的存股主 则可关注黄南金 近五年来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比较平均 分别为0.53元以及0.43元 值历率有4.84% 而合股金也是配发现金以及股票股利 分别为0.84元以及0.28元 值历率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5.28% 接下来我们来看四大关股的近年股利分发状况 以2021年兆风金EPS1.89元 盈余分配率为87.3% 以2021年第一金EPS1.52元 盈余分配率为78.9% 以2021年合股金EPS1.51元 盈余分配率为86.1% 以2021年黄南金EPS1.3元 盈余分配率为86.2% 我们可以发现四大关股金控在于盈余分配率上 皆配发的相当漂亮 以兆风金的87.3%最高 其他三家金融股也都表现得很好 这也是四大关股的迷人之处 拥有稳定获利以及高盈余分配率 欢迎之四大关股相较于市场上的金融股 是更为慷慨的 综合以上指标来看 其实四家关股表现还算稳定 既然已经确定都是不差的股票 接下来就是如何寻找布局点 也就是如何判定股票的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 四大关股因为有配股票的关系 就得使用还原值率的方法来计算价格区间 价格区间就如上表所示 目前超风金股价29.75元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分别为27.5元 34.4元 及48.2元 第一金股价24.55元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分别为20.5元 23元以及32元 核库金股价24.55元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分别为19元 24.35元 以及36元 另外 华南金股价20.8元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分别为19.5元 25.5元 以及34元 价格已经考量股票股利 目前超风金第一金和库金的股价落在合理至昂贵价区间 唯有 华南金落在平一次合理价区间 就目前股价来说 华南金是四大光股中较为超值的标的 以上是四大光股金控的近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 选出心目中最佳的标的 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 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另外也可从影片栏下方的超级感谢中 藉由一点赞助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持续提供更好的影片给荧幕前的你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 该部构成 购买 出售 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